邱俊玲 你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你是我肚子里会肿吗 你信不信 你在外头 污蔑宁萌的把戏 我全部可以在你身上过一遍 让你在投资圈 污蔑先去 季宝 再见 是 是 小阳 姐 我跟你说 全都是邱俊霖造的药 邱俊霖 你都不知道 陆总把邱俊霖骂得狗喜临头 陆总实在是太帅了 太慢了 我那天 是不是骂得挺难听的 跟陆总骂邱俊霖有的一拼吧 姐 你这次真错怪陆总了 赶紧给人道个歉吧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拜拜 我是叽口渴 你像是我这么的싫 真可モ 黄俊霖 心思 交变很好的 生日真甚 dolphins 我们好像 meine 尊敬的陆总 万分抱歉 那天是我冲动了 我不光喝了假酒 我脑子还进水了 说的全是胡话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当然 那天您被怼的 都没有回嘴的机会 不回骂两句 也是不可能的 我准备好了 不管你今天怎么骂我 我都认 行吗 你这个人 小气鬼 陆总 我可能 有点口不择言 久不吐正言 你也理解一下 但是你拉黑 我真的太过 多分了 哪位 是柠檬吗 我是石英 石总 您好 你好 我找石总 请问你有预约吗 您忙 石总 我约的人 来 带我办公室去 来 坐 坐 想要喝咖啡还是茶 我喝白水就可以了 石总 坐 你鬼叫什么呀 陆总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 我还想问你呢 你忙 你是不是一直跟踪我 谁跟踪你啊 我回家 回什么家啊 这明明是曾宇航家 你回哪儿啊 曾总住我对门啊 陆明明你电话还没打完啊 小柠檬 小柠檬 你喊人小柠檬过来不早说呀 来来 请我 不不不 那个 我住这儿 是吗 邻居啊 行啊小柠檬 公司换了 职位换了 连家也换了 这档次蹭蹭马上提啊 好 是是是 毕竟换了新环境嘛 以后我所能用舍的 有事敲门啊 别不好意思 干啥呢 跟谁聊天呢 柠檬 咱们该吹蜡烛了 咱 咱找个人 不是不是 待会儿 他怎么在这儿啊 你干嘛呀你 谁跟现在每个月 给你发豆子 公子 陆总 我是送钱去的吗 提前太锁了 拜拜 来 看什么呢 商业机密 这还机密了 这个企业有这么大问题 都没发现 什么问题 你们很熟吗 我记得我们是 黑名单关系吧 我知道什么问题了 你说的那个问题我都发现了 保证准备改呢 什么问题啊 我说过有问题吗 本来没什么问题 被你这么一改 反而出了问题 陆总 今天晚上您是不是 吃饭的时候盐放多了 什么意思 闲得慌 我吃过的盐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 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呢 厚死你了 来 杜宁吧 我不要太了解你了 哎哟 问题出在哪儿呢 好 那次可以带到哪儿呢 每个人都没有带到哪儿呢 那个人都没有带到哪儿呢 想要带到哪儿呢 这个人都没有带到哪儿呢 带到哪儿呢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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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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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健一直不接你电话 我从昨天晚上一直打到今天 电话是通了 但是就是没人接 别着急 我打个电话问问 喂 方总住吗 诶 石总 有什么重要的指示吗 没什么重要指示 我就想来跟您同步一下那个禁止调查的情况 那些资料我们已经发过去了 是吗 那好 那好 那麻烦你了啊 谢谢 谢谢 你去前台查过没有 我问了 没有 那奇怪了 那他为什么说他昨天就发过来 而且我们这边已经签收了 是我的疏忽 我再去看一看 快递单上的收件方只写了我们公司 也没写你的名字 对不起啊 宁萌 我没事 不是你的问题 陆总 我这就给你送过来 麻烦了 麻烦了 陆总 那我走了 等会儿 你再让原原出义愤 公司股东会 对这次投资的决议文件 还储着干吗 陆总 要是还有别的需要的文件 可以一并告诉我吗 一毛 早 早 老大在办公室里等你 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那个渣渣呼呼的许总也来了 许思恬 他来干什么 可能那项目有些瓜葛 我也不太清楚 刚才在办公室一直叫你名字 一会儿啊 做好心理准备 一会儿啊 许总 许总 坐吧 您忙 来 您忙 喝点水 哦 宁萌 陆总 跟你说我情况了吧 嗯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渊源地产 它的财务状况确实有问题 虽然不好说是不是造假了 但是 流动资金肯定是有水分的 石英姐 您之前是做过保健人的 见上的上市公司多了序呢 哪一家公司的账面上 掐不出一丢丢水分来 合理合法不就行了吗 你觉得呢 宁萌 很多人会觉得财务报表 就像美颜照片 要漂亮要拿得出手 但是我觉得财务报表 更像一张X光片 在X光片上边 PS那拍来有什么意义啊 好 我承认你说得对 但是我们遇到问题 是不是应该先想怎么解决问题啊 而不是一棒子打死吧 徐总 这三千万的缺口 能不能堵上还不好说 而且报价日快到了 钱的问题先不说 但这件事一旦出了什么纰漏 殷实和寄明资本两家信誉 都会受到影响 哪有这么严重啊 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我想好了 让渊源的自然人大股东 以借款的形式借给公司三千万 再签一份借款协议 流动资金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听不 这种操作呢 是合理合规的 我很担心 子田啊 你确定渊源股东 愿意拿自己钱出界 当然了 只要不是人的问题 钱的问题 都能解决 我们先聊 我接个电话 王总啊 不好意思 这阶段呢 一直在出差 真的是吗 宁萌啊 其实石英姐这儿 没什么问题 就是陆总那儿 你 帮个忙 我 你不是对接人吗 你帮我对接对接吧 不是 你们是好朋友呀 更好说话吧 我要是说话好用 那我不早就 宁萌你看啊 渊源地产呢 和我确实有一些利益重叠 增资扩股也是我介绍的 那我那个房车营地 还想找他们来做公司呢 在明明那儿 是不是 得避避嫌啊 可是 他也不听我的呀 不对 准确地说 他谁的话都不会听啊 他怎么不听你的呀 他就爱听你的 我被通过掉 那个房车营地 不就是听了你的话吗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没关系 来得刚刚好 妈 他俩怎么搅和在一块儿了呀 这男的谁呀 你们认识啊 喝点水 谢谢 上次见面匆忙 一直说要好好请你去顿饭呢 之前还以为就是客套一句呢 怎么会呢 就是前一阵子太忙了 一忙就忙到现在了 路上是不是挺堵的呀 是啊 我知道堵的 我没想到这一篇这么堵 没办法 今天过节嘛 你等很久了吧 没事 正好出公看了几页书 这本书回头你也可以看看 史丹佛教授写的 特别好 路上菜单 谢谢 饿了吧 来 点吃的 这小柠檬今天看起来 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哪儿不一样 我也说不上来 眼妆浓了 恐怖丝黄缓了 周恩一 这男的谁啊 还挺帅的啊 副队 不能用一个帅子行吗 是 是一种很摘动人的感觉 很温柔 很优雅 怪不得小柠檬今天放我们哥子 原来有情况啊 你俩还吃不吃饭了 学长 你点吧 我什么都行 那也行 来 那我们就点一些他们特色 你吃鱼吗 吃 那我们就来个清真大白条 他们家鱼还特别新鲜 都是当天从大户运过来的 他们家泄粉丝头也是一绝 这家店老板以前是官员大厨 咱们吃的怀阳菜啊 那肯定得来点特色菜 怀阳菜必须得吃精灵盐水鸭 带糖三桃鸭 冰糖酱鸭 鸭血豆腐羹 怎么样 灵盐 灵盐 咱能别和鸭子裹不去吗 那我再看看啊 软豆鲜鱼 太湖脆鱼 酱油鱼 滋补药鱼汤 这柠檬头辞职大半年了 你还没学会点菜呀 这男的到底是干吗的 也是做投资的 上次跟明明在酒吧里见过 明明那次还喝多了 我那是不想跟他多掰一场 话不投机 早醉早走 那你还挺深谋远虑的呀 不对呀 你那天 不是装罪 你是真喝冒了 非得让小柠檬来接你 难不成 他俩是那天认识他 不会吧 这么巧啊 别瞎猜了 我去探探就知道了 你别瞎了 你干嘛去啊 你回来 柠檬 你也在这儿 那天我约你 就神秘兮兮地 说自己没时间 我就知道你肯定有情 怎么 多介绍一下这位青年财君 你好 我叫苏维然 你好 启思田 小柯柯好有气质啊 出发表演很配你 谢谢 哦 对了 今天太巧了 陆总和宗总也在这儿呢 看看 陆总也在 你好 嗨 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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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